就是这个所谓的行医错误 我现在还只有讲到行医错误率 行医错误率是什么 行医错误率完全就是看虚无假设的几率分布 那只要是可以确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几率分布 我们都可以设定说我们需要多少 我们今天的结果要得到什么样的 就是以这个二项分布来说 就是说正确率要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可以拒绝Z等于0.5的虚无假设主张 它这边那个9.4 它这边就有谈到一点点那个术语上面的修词 好像是显著其实在 这是来自英文的这个significant 但是那个英文的significant在 在那个20世纪初也就是 我们稍后会认识到的两个统计学家 那个罗兰费雪跟杰兹尼曼 它这个统计假设的方法是他们两位统计学家就一起贡献出来的 那他们那个时代的英文的significant 主要讲的是以确认 有点像今天的英文 你们听到什么那个confirm confirm这样子 就是在20世纪初significant比较像今天的confirm 但是到今天因为significant都连在英语国家都把它当成是显著的意思了 所以会很容易就是说得到一个significant的结果 就好像说是一个有一个很明显的发现一样 但是其实它只是说confirm 它比较原意的话 它比较是说我确认虚无假设的主张不成立 或虚无假设的主张成立 我觉得你们读这本书可能有一个可以改观的地方 就是以后讲所谓的什么拒绝虚无假设 或者是那个什么接受对立假设 你们可以改成就是说 接受虚无假设的主张成立或不成立 那或者讲对立假设的主张成立或不成立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就是再连回去 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到统计假设跟研究假设的关系吗 那这样子你可以马上就把它转移回 把统计假设变成你现在这个研究问题的结论 这是一个我觉得我用这本书 我可以那个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可以去修正的一个观念 OK 好 那这边关于这个行医错误单侧跟双侧的行医错误率有没有问题 好 再来我们就要看到批值了 就是怎么样 没事 我 没事我要说没有问题 嗯 好 我们再来就是要看到那个批值了 这边就是刚刚说说的就是两位统计学家 但是我必须说说好那个他们两位其实都算是次数主义学派的啦 然后不是在前面前面介绍次数主义跟背识学派的时候有跟你们有稍微聊过 有就是统计学界的门派之争嘛 那连次数主义里面这两位他们也算是有不一样的那个就是说也算是有一个门派的分别 他们的分别是分别在批值的解读 好 说为这为什么 好 那他这一这本书他那个做那个作者是说他是用弥漫的版本来来介绍批值 然后很多教科书都是用那个挪就是那个废学的版本 好 这两个版本他们各有各有抓到就是说统计检定的一些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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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啦 好 不过 不过我我我在想我就我就我就那个两种都介绍看看 好 好 应该你们你们其他的统计数可能是你们可能是首次见到那个有两种版本的解读方法 OK 好 那首先这个是那个弥漫的版本 好 他这里呢 我看看 好 他的那个9.5.1就是弥漫介绍解释的方法 就是以这个来说呢 他是把那个 呃就是 他是从那个 这个type 1 error就是从行医错误率出发 好 所以你们可以看那个9.4他这边其实他列了什么 点05点04点03等等对不对 他其实就设定说 他是认为假设检定比较好的用法是我们可以设定几种不同的阿把值 然后看看今天得到的这个结果算出来的P值主要是落在哪一 在落落是落在哪两个阿法值之间 那所以P值是认是认就是说你我我我我我我这边是照字面翻啦 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我可以我们可以再来再来做再来做一些那个编辑 就是说P值是如果你想要主张虚无假设的你你就是就是说如果你你是在在做在这个假设检定法庭上的法官 如果你认为虚无假设的主张是不成立的话 那你愿意承受的错判风险 OK 你们可以记一下在你们的这个就是P值在在你们的作业的那个P值跟阿把就是行业收入跟阿把这个中间呢 可以记一些笔记 就是P值可以是定义为就是如果今天我要主张虚无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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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结论虚无假设的主张是不成立的话 我能够容忍我错判的几率 OK 好这是尼曼的说法你们有没有觉得比较你们有没有觉得比你们之前听到的比较比较那个单纯一些 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废学 废就是废学的说法就是大部分的统计书说的 那个那个因为你因为刚刚我们就看到尼曼他是从那个行医错误率来去解释嘛 那废学是根据因为所有的统计假设假设检定统计方法都会算出一个统计值出来 那废学他认他认他就是认为说批值是会观察到这个统计值的就是说得就是说实际上会得到这个统计值的几率 批值是就是说他是比较像是前面尼曼的说法比较像是由那个法官的角度去看 那废学的这个解释方式他比较有点像是从那个律师啊甚至是警察检察官的这个角度去检查 因为那个真正会看这个会会接会接触到第一手证据的主要就是那个检察官还有律还有就是律师嘛 那那么废学他这个说法是以这个统计值去看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看这个批值这边 我为什么我在这个type1从这个行医错误到批值我都要把这个probability跟这个quantiles都要勾起来的原因也在这 probability就是从那个大致上可以说是从弥漫的角度去看这个p值跟行医错误率 那quantiles就是由废学的角度去看 你们可以看这个因为他这个值呢他是一个双策检定 那因为那我这个0.979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这个上面上面这边这p值是告诉我是点021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把一个虚无假设的分布画出来了 也就是说要累积到这边大概是0.979之外 这样的值他才可以算是那个我可以拒我可以主张虚无假设不成立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是找出就是说是他的那个probability 就到这个60的时候他是多少 老师不好意思 对 老师你有换画面吗 等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边要重讲了 好 就是p值的部分对不对 我先重讲一次就是双策检定的这个p值 我是这样子设定 好 有这个都有看到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设定 像这个p等于0.979 主要是来自于最上面的这个p这一个p值 好 因为这个p值是点021 那这个点021呢 它其实就是那个下面我们看到这里 这个p值这里 它的这个着色的地方 好 在这里就是累积到的是点979 那这是以那个废学的角度去看 就是说要大于这个值 这个是p值对应的这个统计值 临界值是上面这个α 就是泰普万error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是α 那这个就是实际的p值 不过实际的p值就是你可以从那个量数去看 也可以从那个你实际的这个p值 你实际的这个值跟 实际的这个p值跟这个α值的比例去看 以这个弥漫的话 它就是认为是建议从用这个p 把这个p值跟你觉得可能的α 做一个一个的比较 OK 这个就是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那个单维检定的p值 单维检定就一样 就是一样 这是单维检定的行业错误嘛 那因为单维检定它的这个p值 你没有注意到单维检定的p值变得比较小一点 点001了 0.01 那它这边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0.01的时候 它大概就是落在这里 它要去拒绝的 跟那个双维检定 刚刚这边是62嘛 那刚刚那个双维检定 这边是60 OK 好 那你们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说我今天要判断 要找到一个所谓的显著结果的话 用单维检定还是双维检定会比较好 OK 这给你们想来 你们就加在作业里 就是如果今天我要得 我要有一个显著的结论的话 统计显著的结论的话 我应该用单维检定还是双维检定 就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好 这没有问题 你们 你们都有截图 截图就改变 就改善一下自己的作业